大家不知道說喜不喜歡喝茶 老一輩的長城呢 也就是喜歡就是 平常啊 有空的時候就會泡泡茶聊聊天嘛 那提到茶 我們就來看看桃園的茶葉啦 桃園呢 多個行政區都有產茶 那其中呢 就是以龍潭啊 爐竹區啊 龜山啊 為主 那因為呢 桃園呢 位在台灣的北部 尾度是比較高的 那又有丘陵的地形 以及適合種茶的土壤 那臨近呢 都會去的地利之變 茶葉的品質 跟通路上都集聚有很大的優勢 那近幾年呢 就配合 也不能說配合 就是市府呢 也大力的一直在推廣我們桃園的茶 也成功的讓這桃園的茶葉呢 打下不錯的口碑 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吧 開闊的茶園座落在山坡上 每一株茶樹 都是茶農們精勤培育的成果 這裡是桃園最大的茶葉產區龍潭 因為海拔300到400公尺的 丘陵山坡地多 加上適合茶葉生長的紅土 種出的東方美人茶 以及桃園紅茶品質精良 堪稱是桃園茶葉的重要品牌 雲的土質是偏向於紅黃 它的PH質是偏微酸性 然後在做種一般如果果樹的話 它是比較不適合 在經過鮮明示種的結果 當然是說我們以前就是在我們北部 我們都是以產茶為外銷大中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這邊都是以種茶 因為我們相對的 我們這邊的土質氣候很適合茶葉生長 桃園另一處主要的產茶區爐竹 以產出烏龍茶為主 在地茶農都已經傳承多代 在民國85年 還由當時的總統李登輝 命名為爐峰烏龍茶 後續在地茶農也不斷精進製茶技術 並且努力行銷 將茶葉賣到日本與歐美多國 讓桃園的茶走向國籍 我們就是因為緯度的關係 北部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們的氣候可能有點類似 嘉義的一千海拔 所以我們可以在低海拔 然後交通方便 然後又可以降低成本 就是相對的客人可以用 低價的價位 然後買到很好的茶葉品質 在龜山地區 則是產出烏龍茶與東方美人茶 品質同樣與獲大獎肯定 多年來桃園的茶葉也結合觀光 吸引遊客 兼具休閒功能 讓茶葉本身有更多的附加價值 桃園友生新聞林德超綜合報導 我們下水溜珍 我們下水溜珠 最新的一日兩日